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于2006年至2010年间从英国22个评估中心所招募 超过50万名年龄介于40至69岁间参与者的前瞻性世代资料 经历二阶段删减后剩余33151名参与者为研究对象 并以60岁为基准分成两组 研究团队检验受访者中大脑内的灰质体质GMV在糖化血色素HBAEC与忧郁症间相关性的终结作用 结果发现 升高的糖化血色素水平与减少的灰质体积和忧郁症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 也就是说较低的灰质体积与忧郁症有关 在糖尿病前期的受访者 比糖尿病患者或非糖尿病患者更加显著 同时 60岁以上也比60岁以下的参与者更为显著 此外 糖化血色素和忧郁症间的关联 有部分透过减少的灰质体积来中介 比例为6.82% 台湾老年学继老年医学会理事长继台湾家庭医学会副理事长李隆腾说明 糖尿病与忧郁间的关联性一直都有学者探讨两者的因果关系 以忧郁症来说 导致的原因可能是基因遗传 生活压力或内在因素等 而血糖高或低也会增加罹患的风险 若患有慢性疾病如糖尿病或心血管疾病者 得忧郁症的几率较高 但两种疾病间的因果仍需更多地探讨 如何控制糖尿病 调整饮食 维持正常作息是关键 李隆腾提醒 糖尿在控糖上除了按时服药外 饮食也需做调整 可减少每天摄取的热量 像少吃碳水化合物 多摄取蛋白质或富含纤维的蔬果等食物 同时尽量维持规律生活 固定时间就勤起床 和亲朋好友保持互动 更重要的是养成运动的习惯 不仅降低血糖 也能抒压带来好心情 同时培养依两个感兴趣的嗜好 为自己找些娱乐 台湾董事基金会心理卫生中心主任叶雅新表示 人在血糖不足时 情绪控制变弱 会易怒或焦躁 所以我们都知道饿肚子时避免伤寒重大事情 而这份研究结果更是提醒血糖控制的重要 特别是大脑挥制体积的影响 当糖尿病前期病变患者摄取过多碳水化合物 影响更显著 积极的处遇就是从控制碳水化合物 面包 米饭类的摄取减少着手 当血糖控制得宜 便可降低因血糖引起的相关病变及忧郁症的发生率 从被血糖控制者转为主导者 享受美好人生 他说 虽然无法却知两者的因果关系 但必须承认偶尔放纵 吃过量的碳水化合物 因摄取糖类会感到愉快 却是短多长空的做法 叶雅新建议 糖友应尽量养成规律作息 因经常晚睡 睡不好而失眠 容易半夜肚子饿想进食 影响控糖状况 身旁家人的陪伴很重要 除了预防性的也养成规律作息及健康饮食习惯 对疾病相关知识要更加了解 协助饮食控制时 避免含糖量太高的食物 尤其不要以周围主食 此外 也应注意别在糖尿病患者面前大胆甜品或高糖分的水果 刺激对方味蕾与挑战自制力 他呼吁 以预防脚步 均应避免吃过多的碳水化合物 血糖偏高时 大脑会受影响 不止情绪 认知能力 记忆力等 罹患忧郁症 失知症的风险也会因此增高 健康生活编辑部 谢谢收看 健康生活 关心您的生活健康 请订阅 点赞及转传